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又跟大家見面了 電影有毒 今集就是197 我們的專題 大家都看到 電影從鐵路開始 是不是你設計的 是不是你想的 張偉雄 不是 誰想的 大家一起開會 可以這樣說 是我們掩文之算 這麼多年來 最流行的形象就是這個 是 處心積慮的 和9月23日高鐵的啟動有沒有關係 不知道 當然有 永中有關係 電影是設合時代 這是我們今集的專題放映 也幫他做一個專題的話題 有六部電影 也幫你負責那部電影 《頭淡湯》做一些推廣 那你即是知道我的頭淡湯說什麼 我先說這個頭淡湯 這個頭淡湯 這個頭淡湯 就是因為家族是幾途之選來的 這個 基本上我是 如果說鐵路電影 或者日本版 有很多 講完之後 其實建議 大家都說家族 家族 這個 哇 一去做的時候 非常之辛酸 和大家要珍惜 原來 那個香港Copy 香港有中文字幕的Copy 我們找也找不到 現在這個版本 都是日本的那個 這個叫做什麼 日本的那個 National Film 那個 借回來的一個版本 只有英文字幕版 不過我們做了一個 中文字幕版的 總之是菲林版本 是的 原來是很久沒有做過了 我們有很多看過的時間 其實到現在 都歷歷在目 最近如果你看麻煩家族 原來有很多東西 都會接到鬼 是的 這個就是那個 我們一會兒都會有個專題 專講這個 就是鐵路電影 那個名字叫做什麼 電影從鐵路開始 這個是 處心積累 這個是去做的 這個是 2018年的一個 叫做影評人之選 的一個 重點的選擇 但是現在 我們基本上 趁這個時候 我們都多數 要有一個頭淡湯 要講的 如果頭淡湯 你上一次 都有說過 在新丹司 電影節的時候 你介紹了一部 非常厲害的一部電影 不知道各位聽眾朋友 有沒有看到呢 那部電影 就是講了 那個紀錄片 三個 《雙同的陌生日》 《雙同的陌生人》 但是今次呢 我想介紹兩部 趁這個時候出門 我們已經有197期 應該還不可以說到 最後那幾天 也都會做的 那幾天 有一部 叫做 《幼稚園老師》 這部電影 我看了 我相信也會有公映的 當公映的時候 大家如果沒有看過 這個叫做手影版 大家就密切留意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 我認為是 《雙丹司》 它有一點點標明 以及它選了今次的電影節 這部電影 相當有意思 我自己就覺得 《雙丹司》 有一個挺清晰的價值觀 就是當你平時看美國片 通常是以大戲 和韓國片為主的時候 而《雙丹司》 這些獨立 或者叫做 新導演所拍的戲 他們越來越摸到一個 叫做平人世界的角度 當你說那種主題的時候 即使我們說類似的主題 我們說暴力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角度 或者在地社區的角度 是 它不同 一般 因為《雙丹司》 有很多種 有獨立電影 很多拍攝的 都變得很豐富 如果你看美國電影 唯獨《雙丹司》 我覺得它裡面有精神 在那裡 因為羅伯列福 他們去想這個 《雙丹司》的時候 他們已經決定了 即是說 要做一些電影 第一 就可以推動 令到《雙丹司》 他有一種叫做 拍電影的那種動力 同時 他裡面找到一種 精神性裡面的那些電影 他是特別支持的 當然 現在那個《雙丹司》 計算起來 他有很多作品 已經有時候 不是就這樣叫做《雙丹司》的形式 他拿到精神 拍完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 在《奧斯卡金銀像》 隨時他也有拿到一個體驗 就變成了一個 大家有一種認受性 在文化上 或者電影的技術上 都有他的成績 但是我覺得他這次的選擇 和我介紹這個《幼稚園教師》 我看完之後 我很感觸 因為你會看到 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可能這個故事 不是很複雜的 在日常的環境 你都會看到 甚至我想想香港 有些老師 幼稚園老師也會發現 這個故事說什麼 他就是說一個幼稚園的老師 他本身是一個專業的教師 但同時他對自己的生活 就覺得有點沽躁 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有兩個子女 和一個小康家庭的世界 但是他就想找回他自己 就是那種寫詩的那種興趣 經常去參加一些詩會 但是他最主要 他在幼稚園那裡 他發現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他突然之間 譬如他懂得念詩 而那種念詩裡面 令到他覺得 很有感染力 他發覺他自己也想不到的那些詩意 而這個幼稚園是想到出來的 他很想栽培這個幼稚園 而且他曾經拿過這個幼稚園的詩 去他的學師的那些 讀出來給他看 給一些朋友去聽 或者老師去聽 都覺得很好 不知道是一個幼稚園的創作 這個故事 你會看到等同於 有時幼稚園 我們畫兒童話 他裡面不是技術的問題 但是他有一種力量 是你會看到 是小孩子獨有的那種力量 而這個他就用詩 來放出來 我覺得其實這個故事 因為他本身也有一個原著的電影 以色列電影 非常之成功 今次改編做一個美國的電影 我覺得 我未看過原裝的那個版本 但我覺得他畫得更加多 所以特別推薦這個電影 給大家 遲些 可能他公映的時期 我們再講多些 因為我和之前的那個什麼 柏迪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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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說寫詩 是 一個巴士佬 就是有詩意 他唸出來的那些詩 真的可以 那部《法迪遜》 還有《高招》 那部很厲害的一個獨立電影 大家都看過 而這部我覺得 是一個兩版 還有他更加細節 就是說 有些人 你有那個詩 不是真的叫做得天獨厚的 那裡面其實你細看 他對整個世界 裡面他都有很多很多的描述 所以 很有那個《Sun Dance》的那部 那些作品 那這個我覺得 就是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鐵路電影都有些關係 我還想補充了一部 介紹給張偉雄你認識的 就是這部 你覺得這部 過不過癮 這是《Sun Dance》電影節 我只顧著看《Sun Dance》的戲 所以我看了很多長片 我居然忽略了這一部 是 原來它是一部短片 這部叫做VR的短片 那你就看了 是呀 這部在高雄電影節的時候 都做過的 原來這部 我覺得很有趣 你只需十分鐘 你去到現場那裡 不過好像你也要訂票 有很多人去看這個 你現在試一下 因為還有三天做的 它就用8K 那個視角的效果 然後加上VR 那個叫360度的 那個鏡頭的運用 它有兩個主要的銀幕 一個在前面 我們就看到這個叫雷公 他說每個人 原來他有一個叫原神公 那個原神公裡面 他有一些叫顧問級的 原神公這裡 是的 那些人就會出來 跟你說 你的原神 這個故事裡面 那個叫張先生 他的那些原神 太過複雜了 所以他的原神公裡面 非常密集的 你現在去到那個 Sun Dance的會場 你都看到那個原神公 砌出來給你看的 很多道具 他用的那些東西都在 然後 你會看到 另外那個 有一個360度 你轉去180度 那個角度 就是你一個銀幕裡面 就放了現實的世界 那位張先生 他面對著什麼問題 而這些問題 就原神公 這個雷神 就幫他 就說 我教你怎麼做 不過 當然 他教你做的時候 他要收你費 要收錢 雖然是一個短篇故事 他就玩 一種叫做 很新的技術 那個視角 360度的鏡頭畫面 還有8K 8K 我們現在的戲院 多數看最高質 都是4K 之前 蔡明亮的蘭若子 也是用這種技術 也是用這種技術 蘭若子 其實大家看了之後 你就會發覺 現在我們華人電影裡面 是台灣的作者 比較上很關心這種 新的視角的追蹤 那這個導演 是不是台灣過去 是的 這個導演 基本上 現在這部都是台灣電影 他也參加了這個 新丹時 那時候 就知道香港有這個節目 所以他也特地來香港做的 這個台灣的導演 跟大家說說 他叫做 徐漢強 那麼 有兩個版本可以看到的 一個在Sundance 那裏做官摩的 那個英語對白版本 但是我們看 你可以選擇 台灣的國語版本 還有8K 基本上 你會看到 去到2020的時候 東京奧運會 都會用很多8K的 那種攝影的製作 這個我覺得 就算上 李安那套叫什麼 給你林欣的中場 支持 還有你剛才說的 蔡明亮 都標誌上 即是說 現在的電影的 那種新的視角 創作裡面 台灣是走得很前 就是 嘗試 找很多新的視角 譬如8K的那種視角 去做他的戲劇的表達 所以這個 就傳名叫做 全能元神功 改造王 特別用頭淡湯 來推薦給大家 何解呢 就因為 譬如剛才說的 那部幼稚園教師 就是精神上 而這個 就說 技術上 都跟我們今次的主題 那叫鐵路電影 和鐵路電影 和電影文化的那個關係 息息相關 可以做一個 叫開頭的印子來的 好了 頭淡湯講完 我想交給你 張偉雄說 這個電影 從鐵路開始 這個計劃 裡面 我們現在選了 都是六部電影 不夠的 但是我想 你不如 你 略略解釋 你是一個評論學會 現在的執委之一 選擇這部電影 以及這些作品的選擇 我們可以在這節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自己都開玩笑 選火車電影 為什麼不選《Promise》呢 其實你想想 那個闊度是很大的 甚至乎 你會有大片 首先我們不會選《Promise》 不是說它有藝術性的問題 而我們有些經典 懷舊一些 包裝 這部電影 也需要世界性 如果你選了《Toy Story》 不是說不行 主題上一定可以 但是我們就會選一些 叫做全世界 去一個搜羅回來 我想其實也很難選擇 因為講《鐵路》的電影 相當之多 譬如今次也沒有選擇 內地的那些 其實內地的鐵路戲 都有的 有些經典 我們不要選不選那些 先講那些 先講那些 有很多電影 我也曾經看過 這次就是 首先我會覺得 火車片有一種感受性的東西 是DVD、Blu-ray 都直接傳不到給你的 因為要你自身於火車裏面 故事、序事 好像Europa那樣 Lars One Trier 是DVD、Blu-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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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歐快車 就是陳志華之選 這部電影 我先講 我在DVD看過 是DVD、Blu-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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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部電影 是DVD、Blu-ray 另外两出是读书有时看过的 觉得很开心的 《火车谋杀案》 还有《捕阻列车》 这个《火车谋杀案》 我们是用原装版的 这个是《登陶之选》 原装版是1974年的版本 你是不是在公映的时候看的? 是呀 我们都是读书的 那时候《阿加沙》的改片 曾经是一个士兴来的 英国片 你会很欣赏那个写实性 亦都欣赏19世纪的风貌 还有那些幽默感 还有所谓的 也都是推理《谋杀案》的东西 即使我们现在看 知道空手是谁 但我发觉 我感觉那种风味 也值得再重温 新版刚刚就是上一年 即是今年 已经做了 你会看到两个的对比是时代不同了 其实我觉得新版也野心很大 但是很多人都看过原装版 都喜欢原装版多一些 那他会有机会来说 另外还有 《谋杀的车》的动作很厉害 我记忆里面 特别要说 因为这部原本 其实是黑习明原本想去荷里活拍的 他自己拍的一个版本 但是后来就不成功 但是剧本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故事 终于就下了另一个俄罗斯导演 《江策列夫斯基》 是这样就是他去美国拍的一部 其实这个故事 现在你会看到 他虽然很简单 但是他将一个叫做男人与火车 那个世界就使得很硬正 我觉得现在 因为我那时候小子看的时候 基本上 都对那个了解 我们那个电影分析 都没有那么成熟 没有那么细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里面很难消化 很硬正 但是你看完之后 那个印象是很深刻的 我很记得那种紧张刺激 想象不到 为什么黑习明会 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个一会儿可能再细节一点 再长一点 你再说完 还有一部 如果这一会儿是一种硬朗 有一部很温柔的 就是乔逆斯的一个折黑的选择 就是严密监插的列车 是 那又是一个二战时代 就是说一个什么 火车的那些服务员 是 他的故事很温柔的 是 还有这一部 就是一讲的时候 我都是 因为那时真的完全没看过 那很想看 因为已经很吸引了 叫做 《圣府们的少年心事》 被放入 被搞入政治的车轮里面 伊利曼素处理得 举重若兴 《无愧捷克影史的经典》 捷克电影 1966年的作品 我们那时候 如果有机会看到 他后来的捷克电影 60年代 他都是一个铁幕国家 跟波兰一样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经典 但是一来不到香港 那么 很感谢 阿祥逆思 他选了这部 叫做《严密监视的列车》 这个可能都是 我叫做 《温习功课之选》 那我讲了五部 当然留下部家族 待会第二节去讲吧 第二节 我们再继续 深入来讲 因为这次讲这六部电影 里面 为什么变成了 我们叫做 《影评人的之选》